在海牙的一個特別法庭,裁定利比利亞前總統查爾斯·泰勒 犯有多項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塞拉利昂特別法庭在週四裁決,泰勒犯有謀殺、強暴、聲勞役和其他罪行 這些指控是來源於泰勒對塞拉利昂內戰中對該國反政府力量的支持